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5月19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关一下美国股市 昨天再度出现一个崩跌的走势了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 美国FED的主席鲍尔 在昨天发表了号称是 有史以来最阴的一个言论 说将会毫不犹豫的持续升值 这个持续升息 一直到把通膨压抑下来 降温到只有2%的目标为止 当然言语之下 大家都认为说 哇那是不是代表未来会2% 甚至3%的幅度升息 美股因此再度出现了崩跌 道琼指数创下了这个 大跌了1164点 最近两年的一个最大跌点 NASDAQ也中错了566点下来 四大指数是全数的一个收黑 台北股市呢 在连续反弹了4天之后 美股的重挫也让台股今天跟着 一开盘就跳空击杀 跌了超过300点下去了 盘中甚至一度重挫404点 当然如果你前两天买了一堆股票爆在那里 今天可能又失眠整晚之后 看到手上的股票一开盘就跳空大跌下去 心里又很难过 所以你会了解我为什么一直提醒大家 要采取盘中满手盘后空手的当冲 才能够让你稳扎稳打的 这个用最小风险找到赚钱机会 好那重点来了 那今天盘中一度重挫404点 不过整个这个上冲下洗之下 收盘仍然下跌276点 也算是有拉了这个100多点的下影线出现 很多人都在问大盘在这地方再度的下杀 美股再度重挫 是不是代表大盘这一波的反弹 涨了4天700点的幅度之后 已经结束了 当然我相信你也会听到很多投顾老师 继续告诉你不用怕 这拉回来不想要再打地址之脚了 反正一路的都在打一只脚 两只脚三只脚 不想要已经打到地几只了 告诉你不用怕 拉回可以继续找买点 真的吗 真的会在这地方拉回来 可以继续找买点吗 好针对盘式的部分 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做详尽的说明 节目一开始 我们还是要先按照管理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龙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 快打当冲作战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5月19号 第一通指令9点08分发出来 跟会员朋友来这个地方 规划一下今天的盘式 那提到美股礼拜三再度的崩跌 而且小NASDA期指找盘续跌了 大概70多点 美股真的这地方还在走弱 那台股指数则在跳空开低之后 马上就急杀超过300点了 首盘是一个空方量244亿 预估量则在这个2300亿上下 旗指的跌幅则跟现货差不多 所以我研判 大盘指数今天开低急杀之后 会在低档震荡 仍然要提防那种上冲下行的走势 并且在盘中持续关注国际盘走势的变化 那这种盘式 当然一开盘就跳空急杀下去 那比较有可能出现上冲下行的状况 操作难度会比较高 我们要比较谨慎一点 那现龙老师今天建立会员朋友 采取顺势操作短空 这个5483的中美金 之前已经转过很多趟了 今天发现有大户在这个地方 持续出货转弱讯号之下 建立会员朋友采取短空 再度的先卖后买策略 这是早上9点43分 建立会员朋友短空 5483中美金 技术面转弱了 定价159.5到160.5之间 先做卖出 这个停损目标也都先定下来 并且请勿以市价 追高杀低 所以你看到现龙老师 给会员朋友操作的指令 做什么股票 代号多少 要先买先卖 重点是价位都是定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啊 那后来这个地方 160元的价位 平均都能够成交到之后 一度又出量打下来 但是最低也只来到159左右 又被撑住 所以一直到了10点41分 观察到这时候的中美金 出现了两派大户在那里多空对峙 有人在出 但是也有人在低档撑着 这种状况 最后鹿死谁手 我们说变数会比较大 这个地方不敢这么说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既然有疑虑了 两派大户在那里多空对峙了 我们基于稳中求胜 而且都是先求稳 再求胜的原则之下 有疑虑我们就先收回资金 所以在10点41分 建立会员朋友 当时市价160元 也刚好在我们的成本附近 就先把它买回来 明天再来继续找赚钱的机会 所以今天没有能够帮会员朋友赚到钱 先在成本附近收回资金了 当然如果刚看县龙老师节目的 会说这个老师好奇怪 没有赚钱也要拿出来讲 对这就是县龙老师 这么多年来的坚持 我希望大家看我的节目 我成立极品操盘团队 就是希望在这市场上立下一个标杆 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专业用心 重点是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所以什么叫诚信 很多投股老师也说自己有诚信 结果都是每天把有赚钱的拿出来说 赔钱的都藏起来不讲 这样的老师叫做有诚信吗 当然不是 有些老师是个甚至把会员分成N组 电视上永远有一组会员股票 哇亮灯涨停大获全胜 有没有那组会员不知道 只知道你加入都会发现 老师讲的股票跟你收到的指令 可能都不一样 都是别组会员的 这样的老师叫做有诚信吗 当然也不是 所以县龙老师再三强调 当然我不可能天天保证你赚钱 但是我希望带给市场上立下一个标杆 让大家知道什么叫专业用心有诚信 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诚实报告 买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每天有赚钱 没赚钱都会诚实来讲 而且也给你别人没有了四大保证 哪四大保证 第一个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跟着我做当冲 当天带你进 真的就是当天带你出 像今天中美金 早盘平均卖在160元的价位 发现两派大户在那里多空对峙 有疑虑了 我们也就先收回资金 成本附近先收回来 宁可今天不赚 这个地方先求稳再求胜 是我们的最高准则 当天带你进 就是当天带你出 第二个保证 每天最多只会有两档的快打当冲股 给你做操作建议 所以今天也是只有唯一一档 5483中美金 没有其他个股哦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所以今天所有会员朋友 跟着我做当冲 收到的当冲股 绝对都是5483中美金 没有其他个股了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不一样 如果今天有会员收到的 不是5483中美金 老师骗人 当场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为什么 因为就是要给大家这样子的 百分之百的人格 诚信保证给你 持续用最高标准 在要求自己 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所以你看到就是这样 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之下 今天没赚钱 我们也诚实这样 但是你看到 上个礼拜我们一样做中美金 那一天 一样发现大户拉高上来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短空先卖后买 一早建议会员费 卖在154.5以上 最高在155的价位 杀下去 151.5以下来做买回 最低到跌到150.5 你看那一天 就扎扎实实 有机会赚个三块价差 稳稳的放在口袋里来 做个巴强 一天就进账2万4 然后5月13号上礼拜 再做4919的新唐 又发现大户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短空先卖后买 那一天卖在这地方平均168 打下去166.5买回 一块半价差 一百万做七张 一天也进账个一万左右 不无小补 二连胜入带 5月16号礼拜一 我们做6104的创围 那一天大户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的时候 201-202之间先做卖出 后来也是两派大户在多空四杀 成本附近建议大家买回 有疑虑先收回资金 我们也诚实讲 昨天这个5月17号前天 那一天大盘开高级拉 但是供给量能不足 我们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个股适合操作 就建议会员朋友修兵一天 坚持不拿会员朋友写汉钱去赌博 等看准目标再帮大家掌握赚钱机会 这我们也都报告过 等到5月18看准了3169的亚信 大户拉高上来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短空先卖后买 昨天亚信平均卖在174.5 杀下去通知大家171.5以下来做买回 获利入带恭喜大家 最低还跌到169.5 四连不败 三胜一合的一个成绩 又将三块加差赚起来 七张一天又加薪了2万多块了 那今天中美金这地方两派大户又在那里多空对质 有疑虑我们就收回资金 所以你看到我们就是这样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有赚钱没赚钱 通通诚实这样 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我只求如果投资帮认同县荣老师这样的理念 采取当天带你进 当天带你出 先把风险降到最低 再来掌握赚钱机会的操作方式 更认同县荣老师家 每天坚持不说谎不骗人的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的时候 好好跟上我们脚步 一起利用单冲作战 来掌握赚钱的机会 好接下来的盘势 我们继续来看 当然美股的部分又再度的下杀 这个我想有看县荣老师节目的都不会意外 1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Nestate指数刚刚跌破年限 SMBK500则是在创新高之后 月K线出现了一个开高走低 反转下杀的空头吞噬形态 其实如果你懂技术分析 你在当时就会知道 美国股市靠着FED 无限量化宽松堆积的资金行情 在上涨了21个月之后 现在资金行情从技术面上来看 已经开始有提前扭转的迹象 这是1月份 我就已经再三提醒大家 跟大家做过的警告 3月份FED升息一波反弹 我也提醒半年线年线交叉之后 到时候碰到碰到半年线 又会再度的反手下杀 那当然这个地方后来又跌到12202的位置 最近又出现了一波反弹 但是它代表美股就这样高减无忧了吗 我都提醒过大家 现在都要很小心 美国这地方看到3月份4月份 连续两个月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征率都爆表超过了8%了 这代表什么 通膨的压力 已经这地方远远超过FED的预期 那偏偏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GDP已经开始有意外衰退的现象 整个停滞型通膨 仍然风险没有化解 更要去注意美股Nestate 破前低虽然有机会反弹 我们都说过这反弹是合理的 跌升破低都会反弹没有错 但是未来反弹都会有层层的反压 会不会又碰到半年线 目前的压力在14000 或是年线目前的压力在14600 又会再度的反手下杀 继续之前的所谓的震荡向下格局 这个风险我仍然提醒 其实都没有这个解除 那台股的部分 当然涨到18619 突破了18034创新高的时候 技术面也都提醒过 成交量指标都已经有出现高档 背离的现象 中期回档危机已经出现了 那上个月也都叮咛大家 大盘有可能会下杀到两年线 15600点的一个支撑 当然现在整个这个两年线 最低跌到15616碰到了 好那我说过 这里破前低获得的支撑 还是有机会反弹 前几天也反弹了四天 涨了700点的幅度 那今天做一个拉回 如果说美国股市就杀个一天 能够暂时止住 然后又利用这个融资 利用这个杀盘美股大跌的状况 让融资能够大减 或许这地方台北股市杀下来 来到15600点两年线附近 还是有机会这地方震荡震荡之后 再度的拉高反弹的 当然万一融资就杀下来 指数杀下来 融资不增不减反增 那就要非常小心 可能还会持续的向下修正 都有可能 但无论如何 我认为这波大盘 第一个底部讯号到了没有 还是强调 如果大盘出现融资追缴令 万简启发 国安基金正式进场 那么之前行情在高档 有听谢龙老师的 守住 想要等待机会来拼大的 这自然就是一个拼大的机会 但现在来看 这个底部讯号还没有出现 也就代表整个震荡向下格局没有改变 也就代表大盘即使反弹 未来仍然要注意上档层层反压 季线半年线年线的压力都在那里 更要注意的是 全球股市转空的一个系统性风险 尤其连我们的央行都已经在市井 这地方 昨天央行出炉的最新报告提出来 台湾下半年的经济成长 会有五大的一个变数 哪五大变数呢 第一个就是要小心 俄罗斯跟乌贵兰的一个战争 持续 没完没了 第二个 全球通膨压力持续的升温 第三个 美国的经济体货币政策 持续的在紧缩 第四个 中国的疫情管控 可能损伤到经济 以及国内疫情都有可能这地方 继续增温影响到内需等等 那这个状况 当然都会影响到我们下半年的经济成长 那其实这几个因素 如果是个别发生 当然都很严重 例如俄乌战争 中国疫情管控 国内疫情发展 但那都始于一时性 甚至说这地方 我们只要降时压 刺激一下经济 就可以挽救回来了 但是偏偏这些因素 现在是搅在一起 一起来发生 尤其在全球通膨压力升温 哇 这个地方 物价上涨 那就不知道造成什么 各国央行想要降息 却怕物价上涨 压力越来越大 当然不可能再降息了 甚至FED 两年前降到零利率 再降也没有空间了 所以现在你会看到 FED把这个压抑通膨 当作最高的一个原则 那不惜损伤经济 让经济这地方 可能是这个一时衰退 也要持续的升温 这样这个升息 那这种状况 就有如所有的状况 一起来爆发 会不会形成一个 大型的完美风暴 我只能说 希望不会发生 但是这个风险 要不要去顾好 当然要顾嘛 所以我才会再三叮咛 我们在这里赚钱机会要把握 但是永远记得 风险意识不能少啊 那你说怎么办 想要赚钱 但是要顾好风险 所以你才会 我再次了解 我再三提醒大家 最好的操作策略 不就是四个字 快打当冲吗 因为我们的当冲 讲求的是盘中满手 有赚钱机会 我们可以努力把握 不用担心错失行情 上个礼拜 短空中美金赚钱 这个新唐赚钱 对不对 昨天空亚信赚钱 哇 持续把握赚钱机会 好 那 但是有赚没办 盘后就保持空手 昨天美股又崩了一千多点 你如果报了一堆股票 不就在那担心受怕 甚至失眠整晚 我们都不用怕 这样早上赚得到钱 下午你可以去逛逛街 喝个下午茶 晚上还睡得安安稳稳 睡得饱饱的 所以我们说 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当然我们也强调 当冲一定这地方 要去注意好 你要观察盘式的结构 随时先买 但是也随时可以先卖 这样才能够灵活操作 才能够把大盘趋势影响 会降到最低 不然有很多人做当冲 永远就是大涨就追 大涨就追 那个其实也不对 那重点 你看到我们如果能够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是不是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避免了股票爆了一堆长期讨牢 也不用担心放空 啊 融卷被嘎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历史之下 天天来掌握赚钱机会 所以我们才说当冲 快打当冲作战 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才是你最好选择 但是我也要再三提醒 很多人啊 做当冲 想说哎 不错啊 但是呢 都把当冲当做赌博一样 我要再强调一点 当冲绝对不是在做赌博 如果你没有一套正确的方法 足够操盘的一个技术 自己只是在来凭感觉 哎呦 看到什么股票大涨就追 什么股票大涨就追 或是什么股票急杀了才来空 那个都是凭感觉在追高杀低 好那其实跟赌博没有两样 如果你又不懂得控制风险 不懂得设定停损 甚至过大操作你 扩大你的操作部位 那也会是很危险的事情啊 好 所以我们再三听 好 如果你做当冲 你发现你都是赚小钱赔大钱 好 那在这里 我会建议你 不要在自己为了省钱 自己操作 反而赔了更多 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有我献榮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每天你会看到 我们会这地方按照专利SOP 这个稳扎稳打的来做操作 有攻击机会 我们做短多 但是碰到最近整理盘 我们就做短空 像今天中美金 你会看到 大户持续出货 转弱讯号 我们短空先卖 但是也盘中发现 两派大户多空对峙了 变数变大了 我们先求稳再求胜 有疑虑就先收回资金 按照专业的SOP 观察盘式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个股 确认转折 果断出手 遵守机率 理性操盘 今天没有赚钱 没关系 成本附近 收回资金 打平作收 等我们看准的机会 上礼拜一样中美金 不就这地方成功的 一早卖在154.5以上 短空 等到杀下去 154.5以上 短空先卖的中美金 试价151.5以下买回 获利入带 最低还达到150.5 三块价差 很多人那一天做巴掌 一天就进账个2万4 你看到 一天很多人 就可以帮自己 加薪个2万多了 新唐也是发现大户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 短空先卖 那一天卖在168人的价位 打下去166.5附近来做买回 入带为安 一块半的价差 七张也有一万左右 对不对 昨天做亚信 同样的模式 先卖后买 平均卖在174.5 打下来171.5以下买回 最低还到169.5 对不对 顺利的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三块价差 七张一天又加薪2万多 又赚起来了 那今天没有赚 没关系 对不对 有一律先收回资金 先求稳 再求胜 这永远是我们最高准则 稳扎稳打的 要帮大家利用快打当冲 利用最小的风险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来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来实现你人生很多的梦想 如果投资的话 认同县荣老师这样的操作理念 也想利用当冲 稳扎稳打 来多创造一份收入的 都欢迎大家 广告时间 就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内容 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投顾高老师 集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 通知您不再旺鼓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一次 当台北股市大盘指数的部分 虽然再度的下杀之后 仍然有机会反弹 但是面临着美国经济硬着陆 停滞性通膨危机 还没有化解全球股市 会不会有这地方转空的风险 我认为在这里一定要去顾虑好 所以在这里要掌握赚钱机会 但是要顾虑好风险 仍然是以采取我们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 尤其对小资组来讲 才是你最好的策略 那么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再强调一次 每天早上会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 给你做操作的建议 会清楚的告诉你要先买还是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跟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简讯通知 无论如何当天带你进 一定就是当天带你出 像这地方 今天就昨天我们操作3169的亚信 发现大户在那里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建立会员帮短空先卖后买 昨天一早建立会员朋友 这地方174175之间先做卖出 后来10点左右来到最高175.5 卖单全部成交 平均卖在174.5之后呢 开始10点过后 反手下杀 那么我们就通知会员朋友 你看到我们已经在下杀之前 就已经先空在高档了 下下下来找盘174.5短空先卖的亚信 市价171.5以下买回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昨天就是三块价差又赚起来了 七张很多人一天又加薪个2万多 四年不败的成绩 继续努力来掌握赚钱机会 那今天中美金的部分 这个两派大户在那里多空对峙 变数变大了 我们就先求稳再求胜 成本附近买回收回资金 这就是我们操作 当天淡你进 一当天淡你出 甚至一个月下来 因亏相抵之后 单月累积报酬率要超过10% 一个月要帮自己 每一档100万左右来操作 加薪个10万以上 6位数以上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我们会继续努力来帮助投资朋友 那如果大资金有波段需求规划 也再三提醒 不要再为了这地方追逐涨停板 去买了一堆 已经涨翻天的股票 大资金有波段需求 我们只会帮你锁定趋势向上产业当中 业绩成长的精权潜力股 好的出手机会再来买进 像现在唯一推荐一档 我们VIP 这个波段的潜力股 4770的上品 也就是在发现的营收持续成长动能 开始出现 业绩未来两年持续成长 法人也在积极卡位布局之下 当时股价在这个地方 260元以下分批买进 现在已经一波拉高上来 最高涨到286 创波段新高 那目前高档震荡 当然几涨都不追高 要买也是拉回找买点 我只是告诉大家 只要有好的机会 耐心的等待好的出手时机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稳扎稳打 如果有好的出手机会 好的一个个股 我们也欢迎大家 跟上我们的脚步 接下来不管是大资金 有波段需求规划 小资组想利用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来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实现你人生梦想的 都欢迎大家 从现在开始 指名加入 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